好的 屏東小流球在這個月九號呢 發生了兩死車禍 一名十八歲的遊客呢 騎得住來機車 和你當地八十五歲的老翁呢 入口對撞 造成了兩死意外 而這個車禍呢 也發現到呢 其實當時呢 都沒有戴安全帽 而在昨天呢 小流球呢 也發生了一起車禍 也是沒有戴安全帽 一名田姓男子呢 和這個無姓男子來對撞 那田姓男子目前在昏迷當中 來聽一下現場正確信息 前往現場處理 現場為田南駕駛重機車 遇穿越上山路至對向車道 於橫越過程中 與沿上山路 東向西執行之湖南駕駛重機車 後載里南 發生車狀的造勢 好 由於九號發生了死黃車禍呢 讓這個戴安全帽 騎車呢 在這個小流球呢 引起注意 因此呢 小流球的東港分局呢 也開始進行大執法 來取締沒有戴安全帽的遊客 以及當地民眾 那由六月十二號開始呢 目前取締沒有戴安全帽 是67件 無照駕駛是有9件 而號盤註銷是有1件 總共呢 有違規是78件 那東港分局也特別呼籲 遊客以及當地民眾呢 行駛在路口呢 要減速慢行 甚至呢 也要戴安全帽 注意左右來車 來保障用安全 前面行駕駛 機低到北方 Wood 去年五月十二號 Maya November 5.15 然後 Cash Houch 逐巡視 tap